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世界成就篇 第九段 皆转变差品 寄送第七首 看齐 一夜微尘内 佛刹如尘数 菩萨共云集 过途皆清净 寄送第七首 是送前面长行的第七句 在长行里面我们看到 第四句是讲信节菩萨 也就是地前的菩萨 第五首呢 这是讲粗地菩萨 第六首是讲二地到十地 那么这一首啊 是讲的菩萨菩萨 菩萨菩萨的庄严故土啊 能够其如威尘内的战土 由此刻指 到这个地方呢 才真正叫旧金圆满 那么前面 前面长行讲 上方一切世界海 祝菩萨云集固 世界海无量大庄严界转变 这个长行文的意思非常的明显 我们现在来读这个基松 来看这首基松 夜夜威尘内 这个威尘无量无边啊 诸位特别要注重在夜夜威尘 一个威尘也不漏 这是不思议卸脱境界 这个是真实的境界 前面我们读了很多 直到宇宙重重无尽地发现 现在我们看 这个夜夜威尘 任何夜夜威尘 威尘小啊 我们肉眼看不见了 佛经里面常讲啊 物质最小的单位了 大神经里头又说 威尘还能够分析 分成七分 这个七分之一 威尘的七分之一 四居即位 四居即位啊 还能够分 再把它分成七分 七分之一 即位之位啊 即位之位啊 就不能再分了 再分就没有了 所以它也叫做 灵虚尘 虚是虚空 好像跟虚空做邻居的 不能再分了 再分就是虚空了 我们从世尊 这种设法 我们就能够体会 这个地方讲的 夜夜威尘 威尘类啊 肯定不是阿罗汉 天眼所见到的威尘 这个地方讲的威尘呢 肯定是即位之位啊 这即位之位的威尘里面 有世界 有多少世界呢 佛刹如成俗啊 这个里面的诸佛刹土之多 就像威尘数量一样 在这个地方 我们首先要肯定 佛菩萨决定没有万语 决定不夸大 他所说的 就像金刚经上所讲的 真语的 实语的 如鱼的 如鱼 四识是什么样子 他就这么说 他也不听一点 也不紧一点 一定把四识真相 圆圆满满的 给我们说出来 如鱼啊 所以我们在讲习当中 常常提到啊 整个虚空法界 是一个有机体 所谓有机体呢 就是有生命的 这话是真的 什么是生命 性是生命 有情众生的分 佛说 他有佛心 无情众生 他有法心 佛心跟法心呢 是一个性 佛这个说法 如果你能够肯定 你能够肯定 那就非常恭喜你啊 你真的清静发身了 真的清静发身的人 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的 跟主书说 除了思想见解不一样之外 其他的没有两样啊 思想见解真的不一样 为什么呢 我们反复思想见解 总是脱离不了 妄想分别之处 你叫反复啊 这种 这个思想见解 就是我们常讲的 冷回心啊 你用冷回心 你所造的一切 都是轮回业 轮回心 造轮回业嘛 你怎么能处得了 留到轮回呢 今天 佛在经典里面 教导我们 超越轮回啊 把这个念头转掉啊 转念头是难 非常非常困难 为什么呢 反复就是说我们常常听经的 不常听经 那没法子啊 常常听经的 有时候就 哎 火燃 明白了 但是 没隔多久啊 又迷惑了 又电头了 明白的时候 放下 哎 放得下 过了几天之后啊 想想不对 他又放不下了 这个境界 跟主说是好的 哪一个菩萨 政国之前呢 都是这个现象 所以 你要有这个现象呢 你自己应该知道 你已经有相当的进步了 哪一天 你真的一切放下 不再后悔了 也就是 不再起 这个忘念了 你就入菩萨位了 你就正国了 那么 这在这个过程当中 进进退退 无数次啊 啊 进进退退啊 有的人修几十年了 啊 二三十年了 这种进进退退的 一会又放下 一会又放不下 这个情形 是很正常的 是很平常的 啊 啊 确定放下 那一天呢 你正国了 啊 你就入境界了 啊 所以自己 对自己 非常清楚啊 啊 啊 我们修行 现在在什么一个地位 什么样一个境界 不需要问别人 问别人 别人未必能说得清楚 啊 所以要常常读经 常常听经 啊 读经听经 用意在哪里呢 第一个作用 提醒我们 啊 我们不读经 不听经 就迷惑颠倒啊 读经听经啊 是 帮助我们提高 警觉啊 第二个好处 我们修行 在哪一个阶段 在哪一个道路 现在已经走了多少 前面还有多远 到达目的地 读经自己很清楚啊 啊 经典就像地图一样啊 像这个路上的指标一样啊 古往进来 哪一个修行正果的人 对经教不通达 不熟悉的呢 没有啊 中文虽然常讲不理文字 但是你有没有听他说 悟后祈求 他没有离开经论啊 离开经论就不是佛法了 所以他在一定的程度 必须要在经论上下功夫 但是人家是对清净心之后 那么读读经论呢 误解得快啊 他们有障碍了 那么我们今天的障碍 主要想的就是烦恼 习习 我常常讲 自私自利 明文立扬 贪嗔之慢 还加上贪图 五欲六成的享受 这个烦恼吸气 要不能够彻底放下 经教 不但是你看了 你就是天天听 你也不能够切入 原因在哪里 你有业障啊 什么时候你的业障解除了 我们也常讲放下了 真正放下了 古大德常常教我们 身心世界一切放下 放下之后啊 你就能入境界了 破贤菩萨的境界不容易 一定要破无名 也就是说 妄想放下了 妄想就是无名 妄想不生 这个人 佛法里头常常讲啊 他得三美了 学华言的 得华言三美了 念佛人 得念佛三美了 妄想没有了 主要知道 妄想没有了 分别执着 当然没有了 这个境界 才能修 普贤行啊 才能够入 普贤境界 你才能在 一切境界里头 见 无量 无边的境界 月夜夜 微尘里面 见到 微尘数 每一个 一列微尘 都有 微尘数 的 诸佛 插土 菩萨 共云集 过土皆清净 你们想想 菩萨 云集 这个过土 哪有不清净呢 你要问为什么 金轮上唱家 静随心转 向随心转 向也是境界吧 于是后 我们明白了 修行 修什么 修心地的 纯净 行为的 纯善 这是成佛之道啊 这个真正 叫十足佛 也许佛啊 对我们凡夫来讲 七情五欲 是最严重的污染 我们从最严重的污染 行方向 在逆境 修行 生活环境里头 处处都有障碍 处处不称心 卧云 为人寺环境 于人家 对头 很多啊 这些人 他不会帮助你啊 处处啊 找你麻烦 处处啊 障碍 中国 古老的言语里头 常讲 人生在世 不如一丝 长霸酒啊 那个不如一丝 这就是逆境为 太多太多了 怎么办呢 你要会转 从哪里转呢 从我心里头转 转逆境 为顺境 转卧云 为善云 哎呀 你要会转啊 令人经常说得很好啊 若能转境 则同如来 你这个佛菩萨的本思 你就学会了 怎么转发呢 这个逆境现行 一丝毫 成会心 都没有 我常常教同学的 我们如果 会用真诚心 亲近心 平等心 正确心 慈悲心 这个境界 立刻就转过来 转过来之后 我们的心 是清净 平等 我们对于 逆境 我远 不但没有 一丝毫 埋怨的念头 反而生起 感恩的心 永远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 干什么恩呢 他消我的业障 没有 没有 这个 逆境 卧原来 折磨 我们 无量 介造的 业障 怎么能够 消除得了 休闲人 许许多多 休闲人 之所以 不能成就 原因在哪里 不晓得 这个道理 不知道 死是真相 遇到 逆境 怨天 诱人 不但 业障 消不了 业障 还在天天 增长 那还得了吗 瞬间 善与 好啊 样样 事情 趁心如意 遇到的人 都是好人 都来帮助你 都来护制你 看你用什么心 如果你 如果你生起了 贪心 贪念 这个境界 这个 瞬间 善缘呢 就变成 母境 为什么呢 他在那里 引伐你的 贪嗔痴 那要 怎样 处 顺境 善缘呢 要有 高度的 智慧 高度的 警觉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凡手有向 现实希望 对于 敬念 感恩 而不留念 决定 没有一丝毫 贪念的 这个念头 那这个 静云 成就 你的 负会呀 到这个时候 你才真正 明白了 欧益大师 他老人家 所说的 静云 无好丑啊 这个无好丑 意思就是 这样 进阶 没有 顺利 人 是 没有 善我 欧益大师 他怎么 说出这个话呢 他转了 境界 他把 顺利善我 统统 转变成 清净 平等 高明啊 这就叫 佛菩萨 通通 转成 清净 平等 就 在这个 逆境 卧园 不怨天 有人 顺境 善云 里面 绝不其 贪嗔 什么 永远 住在 真诚 清净 平等 真 觉 自卑 这个人 就是 世俗里面 在讲的 他大切 大悟 他得到了 这是大道啊 菩提 大道啊 他得到了 所以 无论什么境界 到他们 通通 转变 转成一个 平等的境界 平等境界 是一阵法界 主要知道 世法界 不平等啊 觉悟的人 能把 世法界 转成 一阵法界 迷惑的人 把 一阵法界 转成 世法界 所以说 静随 心转啊 佛在 大臣 经常讲啊 一切法 从心 相生啊 那个心想 能转进去 你怎么能 怨天佑人呢 这个 说一句 俗话说呢 自足自受 这一句话 统施 一切 世界 祝佛如来 修建义 所以 他受 清净 国报 祝天善人 他修 善法 他得的是 善国 造作 造作 我业的众生 他受的是 三途 苦报 自己造 自己受 嘛 不是别人 给他受的 他自己 变现出来的境界 就跟一般人 晚上睡觉 做梦一样 有人天天做好梦 有人天天做握梦 啊 那个梦谁给他安排的 他自己 意识心里头 变现出来 与别人 完全 没有干涉 这个道理 一定要懂 菩萨 都是修的经义 尤其是 能够 入 微尘 里面 佛刹的 这些菩萨 全是 普贤菩萨 不是普通菩萨 那 观一句话说 他们的心 到极清净的 这个程度 真的我们说 纯净 纯善 他所感的 暴徒 哪有不清净道理 过土 皆清净啊 华严经 在这些经文里面 让我们大开眼睛 确确实实 文俗 未文 我们一生当中 从来没有听人 讲过这些话 要不实 佛给我们说出 实在讲 做梦啊 也梦不到 这个境界 梦中有梦 这个境界 我们还有 还听说过 也有人自己 体验过 做梦里面 睡觉又做梦了 是吧 梦中梦啊 但是 微尘里面的 无量 无边的 佛刹 没听说 人梦见过 那么这一季里头 最重要的意义 就是纯净 纯善 所感到的 清净 过土 那么这个纯净 纯善 简单的讲 就是修 谱行 神愿 文书 舍不了 我们 由致电 通修 应当 寄屈 要把 普贤菩萨的愿 变成 自己的 大愿 把文书菩萨的行 变成 自己的 大行 念念 不舍 你自自然然 又 奇如 华言的一天 所以华言经 不识读诵 讲解 就能够 奇如 他是要真正 修行 一教 风险 才能够 奇如 再看 下面这首 世尊 若涅槃 别徒 庄严灭 众生 无法弃 世界 称灾 这一首 实际 使 重送 前面 长行 第八句 第八句是 佛 若灭了 这个 这个戒庄严呢 也随着 佛 转变 我们都读 这首记 感触 很深 为什么呢 他所讲的 就是我们 现前的 境界 我们 现前的 遭遇 不得 世尊 入涅槃了 世尊的弟子 也入涅槃了 这个地方 似乎有一些庄严 灭了 诸位一定也想着 庄严两个字的含义 要用我们普通的话来说 佛家的庄严 相当于世间人所讲的 真 善 美 慧 佛灭度之后 这个世界 真善 美 慧 找不到了 我们看看 不要看别人 看自己 看别人 我们得不到利益 我们从这个地方 回光返照 我们齐心动力 都是自私自利 庄严灭了 佛菩萨注释 齐心动念 是怎样利益众生 帮助众生 专迷为物 专苦为乐 专凡成圣 那是专严 大公 无私 是专严 现在这个念头没有了 佛陀 佛陀在世 大家都接受佛陀的教诲 知道孝亲 尊死 懂得了 为人 除世 知道 现在佛 不在世 虽然 经典 还流传在世间 没有人 没有人 就读了 读了 也不能了解 有时候 真的 挫洁 如来 真是意 续洁 如来 真是意 自己 妄念 纷飞 严重的 分别 分别 支柱 所以的心 虚伪的 不但是欺骗众生 他欺骗自己 确实是 自欺 欺人 欺人 自欺 真没有 欺心动念 都是恶念 怎么是恶念 你仔细 去观察 你就晓得了 都落在 贪嗔痴上 念头 它不会 落在 戒定会 念头 要跟 戒定会 相应 那就是 庄严 过头了 它念头 跟贪嗔痴 相应 贪 木贵的 业印 称 地狱的 业印 吃 除生的 业印 那么 那么由此可止 七星 动念 言语 造作 它 庄严 三我道 他不是 他不是庄严 佛 过度 不但 不能庄严 佛过度 人天 过度 那个庄严 那个庄严 都射掉了 这个事 要细心观察 你才能够 你才能够看得出来 否则的话 你看到 现在这花花世界 样样都好像很繁荣 那时 你看足了 你看花了 你要细心去观察 你才能看出 这世间的真相 这真相 是因果的真相 所以说 这个世间的庄严 确确实实 如果我们 稍稍对点历史 多一点 古时候 那些 作家的 文书作品 你看他们记载的 那个时候 这个社会 大众生活的状况 跟我们今天的社会 做一个比较 你就发现 不一样 那个时候的人 有道德了 将人意 孝体中心 不识 嘴里都咄咄的 他真做到了 信 信义和平 庄严 国土 那我们看看 今天的世界 孝体中心 理义 廉耻 忠孝仁爱 性义和平 一个字 一个字都没有了 现在 人与人之间的 往来 是什么关系 厉害 有利的时候 就是朋友 没有利的时候 就是冤家 随时 彼徒 庄严灭 五十块的人 无论平复归间 他一生的生活 其实是 平寒 他过得 心安 理得了 那么我们再看看 现代的人 无论 从事哪个行业 富贵 比平坚 生活在 这个世界 没有安全感 古人讲的 人心惶惶 我们现在看到了 生活在这个世界 不知道 不知道 生活的目的 不知道 生活的意义 生活的价值 真的是 醉生 梦死 糊里糊涂来 糊里糊涂去了 这个糊涂就是无名 佛家将的无名 无名 带着你走向三国道 你说多可怕 佛菩萨不在世了 祖师大德也不在世了 无论是在家 或者是出家 在中国历史上 代代都有高人 出家高三 在家高四 有学 有修 有正 这个是 庄严过度 现在 这样的人 没有了 即使是有 真的是 凤毛 邻居 太少了 所以 佛在此地说 彼徒 庄严灭 后面两句 众生 无发气 世界 承杂 这两句 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深有所感 即使 遇到好的老师 没有学生 好的学生 找不到 好修身的标准 最普通的 中国人讲的 弟子归 弟子归 是教小朋友 在家庭 做好儿女的标准 在学校 做好学生的标准 现在 谁说他呢 不错 这几年 有不少人 提倡 在国内外 我们看到 有很多小朋友 在读诵 吃好事 有没有效果呢 很难讲 他现在小 还不懂事 你教他 他很欢喜 到他也长大了 他一看 情况不对 你教我这样做 你们都不肯做 他的妄想 升起来了 分别升起来了 执着升起来了 看看你们一般大人 都不这样做 他也就不会做了 环境 对于一个人的 生活 学习 影响 太大 太大了 那什么叫 发气 发气是比喻 好像我们好茶 一定要有个茶杯 才能够沉水 那么佛法 你要想得到佛法 你也有个 能够接受的 这个接受的条件 就叫做发气 晚静 映光大死 这是拘令我们最近的 他老人家 给我们说了一个 学佛的标准 顿伦 尽分 行邪 寸臣 八个字 居住这八个字 这是发气 要是以佛法来讲呢 佛在入班列盘之前 教戒弟子们 佛不在世 佛在世的时候 以佛为师 佛不在世的时候 我们跟谁学呢 佛讲了 以戒为师 以苦为师 能吃苦 能吃戒 这就是发气 那么在大乘法里面 观无量寿经上 那讲得最清楚 最明白了 敬意 散伏 那是发气 所以我们在澳洲 办佛修院 就是以 应光大师的 这个四聚机 作为运训 这个学习的原则 完全遵守 敬意三福的指导 如果真的能够落实 这个学习 还能够培养 几个人才出来 要是不能落实 众生 扩脸 业障习气 太重了 这个世间苦难 在所不免 所以幕后一句话说 世界成杂然 早是讲的乱 乱是 人是讲的 人无 佛经上讲的 诸无 无诸无识 无诸无识 今天我们这个世界 确实是杂然 杂然的 非常可怕 我们不能不提高 警觉 这首集 我们都聊 要怎样来学习 如何来落实 我们留在下一个重点 再跟大家讨论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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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